好,來,這一個部分最近很流行就是說用兩個App就能夠下載鈴聲 那首先你要先裝這個Watch Band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Document Document這個,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像目前他說現在這個要你輸入什麼之類 這個先按Later 好,按完Later之後呢,我們看一下 這個下面呢,我們用橫的喔 用橫的方式 用橫的它的下面,右下角這裡 右下角這個地方 右下角這裡有一個搜尋,這個瀏覽器 把它點一下進去 點進去呢,這邊可以搜尋你要輸入的鈴聲的名字 那你就是,點一下 好,我要找這個We don't We don't animal 這個鈴聲齁 然後你只要打關鍵字應該基本上自我可以找出來 然後按一下Go,搜尋 好,搜尋完之後看到第一個 We don't talk animal 這個齁,點一下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這一個可以播一下試聽 好,這個也播一下試聽 按一下試聽 好,聽一聽去,OK呢 好,OK,現在暫停 好,然後按一下下載鈴聲 好,這個下載鈴聲把它點一下 好,點一下 好,點一下 好,點一下之後呢,先看一下這個地方 Document跟Downloads這個,點一下 好,點一下呢,用icard這個點選 好,點一下 好,點完之後呢 左上角這個down 大家點一下 好,然後按一下yes 好,它就會存下來 好,出現這個一堆亂碼的時候 這代表是下載成功 好,那下載成功之後 回組畫面 好,回組畫面 好,回組畫面呢 點選 點選那個watchpad 打開 好,打開好 打開之後呢 點選 那個 點選錄音機 好,錄音機打開 然後按一下好 好的之後呢 在 左上角 D上的這邊 有一個很多方塊 點一下 進去 好,進去之後呢 再到 右邊上面數塊第三個 這一個 很像耳機的圖示 點開 點開之後 點中間的音訊檔案 點音訊檔案 下面這邊有寫著 從 從icard的 輸入 好 從icard這邊 好,點一下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 看到一個檔案 好,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剛才下載的檔案 好,把它點一下 好 點一下之後呢 它就進來了 好,它就進來 進來 進來這裡 好,那 進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點一下 撥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檔案 對不對 好,點一下 點完 好,點完 點一下我們 最左邊的 這個箭頭 點一下 好,點選我的歌曲 打開 等一下,上一步 上一步 這邊 這邊 點開 播放完畢之後 按著檔案 拖進來 拖進來 好,拖進來 然後再按一下這個箭頭 選我的歌曲 選我的歌曲 好,我的歌曲 好 那這邊 點完之後呢 在最左邊這個位置 這就是我最新的歌曲 好,那最新的歌曲呢 我幫它 長按 知道它在抖動的時候 好,知道它在抖動 再按一下 左上角這個分享 好,再按一下左上角這個分享 好,按一下 好,然後把它分享到了 鈴聲 好,點在鈴聲 好,點在鈴聲 點鈴聲 好,這時候呢 就是變成說 要輸 輸入什麼 我的歌名啊 什麼之類的 好,那我按一下 輸出到 我的歌曲 好,再按輸出好了 來了 輸出 好,輸出鈴聲 然後按一下 好 好 好,那這樣完成之後呢 到設定 設定 好,然後找到 聲音 聲音 然後裡面的 鈴聲 好,鈴聲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歌曲 點一下 那這樣就沒錯了 那就是 恭喜你這樣就完成鈴聲了 好,OK